發揚神 屬性查經法 是其中一個我想說的 恭敬人彼此推揚 大家有沒有印象這個經文 中文不是跟原文翻譯的 它是outdo one another in honoring other people 尊敬人要爭取做多些 但中文就是彼此推揚 因為當時中國人的看法就是 恭敬人就要推揚 你先來吧 所以他就翻譯了推揚 如果你想查那個原文意思 你就找回那個字 你就會看到它不是說推揚 是說你爭取去做 這是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我稍微說到 就是發掘神本性的美善 祂的恩典 包括聖結、能力、智慧、威嚴 審判都是祂的本質 有罪是要審的 不過基督徒來說 祂審了耶穌、罰了耶穌 但祂是需要去懲罰的 但祂是很有憐憫 祂不想懲罰我們 祂想救我們 讓我們更加可以享受神 當我們知道神這麼好 就能夠享受神、從神得力 以及有動力去遵從神 譬如這裡 這個女兒放心 我們看到什麼神的本性 主接立她是一個女兒 主接受她的內疚 接受她是有內疚的 接受她無助 主也接受她很害怕 主是令到她舒服的 覺得被接立 這些都是在經文裡發掘出來的 不只是看經文的意思 譬如另一個經文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個經文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們立心 和走出來 大家立心回這個課 和真的會來 是神在你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有時候有些人說 是我想來的 為何是神在我心裡運行呢 這要說出一個真理 就是神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運行程度 運行到一個程度 是你會覺得是你自己的意願 其實基督徒有兩個聲音 一個就是從神而來 一個就是從我們的罪性而來 或者從魔鬼而來 當一個基督徒在主裡成長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說 哇 耶穌真是好 這個是出自神的 就好像彼得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說這不是血肉子是你 是天上的父子是你 是神親自教你的 我們有很多意念 我很想向他傳呼 我很想幫他信耶穌 是神在裡面運行到 和我們合而為一 在哥倫多前書六章那裡說到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他成為一靈 即是神的靈和我們成為一靈 以至你會看到人很想救他 很想幫他 這就是神的本性在你裡面 亦在裡面運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真理 大家會發覺 你和未信的時候很不同 未信的時候 犯罪覺得不重要 但信了之後覺得很不舒服 很想尊重神 以前覺得傷害人不重要 但現在不想傷害人 而且現在很想找方法 如何向他傳呼 這就是一個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會有這種表現 愈愛主就愈強 而這個經文說出這樣的奧秘 因為你們立志為善行善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你會立心去做 和你真的去做 是神在裡面運行 那這裡看出什麼是神的屬性 神和我們結合成為一靈 祂能夠和我們結合的程度 以至你都不知道是祂在感動你 我們以為是我自己去做 但其實是聖靈感動你 那就是說 原來神是想和我們有這種 這麼深的結念 而且神很想將祂那種本質 那種本性那種美善 灌輸在你裡面 以至你能夠活出這種本性 去祝福人 去彰顯神的榮耀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神的屬性 就是祂能夠和人結合 祂能夠影響人 祂將美善的東西賜給我們 推動我們去行事 也都令到這個人的心完全改變 中文有一句說話 牛不喝水 你按不得牛頭低 牛不想喝水 你按它也不會喝 但祂想喝 祂自己就會去喝 我們在信耶穌之前 就不想去幫人 不想去追求美善 但你信了主之後 自然就好像自己會去做 神將我們的本性改變 與祂結合 越結合 越有更多神的彰顯 所以這個經文很漂亮 講到這種很高度的結合 神很想與我們高度結合 並且祂能夠這樣做 能夠改變我們 在這個臨前六章十七節 賺與主聯合 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好了 有些什麼屬性呢 神可以與人成為一靈 神運行來感動人 立志行事 人被神更生之後 就變成有神的心意 神的意念 是美善和聖結的 人就能夠愛神 都是神感動我們的 下面就是我們的行動 可以做什麼呢 留意聖靈的感動 神有沒有感動你 留意自己 因為神而有的改變 就敏感和順復神的感動 也多謝神 神在感動我 所以這個 《法人神屬聖查經法》 我是很想推給更多人 我真的覺得 會令到人很喜歡神 很歡喜神 很有信心 很想榮耀神 很想彰顯神的榮耀 神的愛是很真實 和可以經歷的 詩篇34篇第8節 你們要償償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祂說你要償償主恩的滋味 在基督徒中 有很多基督徒 但有些人沒有入到心 他們覺得神很遠 經歷不了 在經歷聖靈的基督徒來說 他們比較接受這件事 就是我們可以經歷神的能力 愛、喜樂、感動、醫治 是可以經歷的 有甚麼經文之詞 其中一個就是 你償償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的 是可以償到的 親近神是可以償到的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神的屬性是祂的本質 是可以分享給人經歷到的 祂的本質不是停留在祂裡面 祂的本質是可以傳遞給人 人是可以償到的 而那個經歷是美善的 神是美善的 所以償到神的本質是非常之美的 祂說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來的池外 祂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這裏也說到 飽得吃飽的 享受神、經歷到神 就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這裏說到神充滿愛 也充滿喜樂 那些愛在裡面 我們便會喜樂 神的本質是甚麼呢 是愛和喜樂 而且祂很想給予我們 給予我們 整個人便會改變了 所以我們看到神真的非常之美好的 聖年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 很多人便覺得 他又不明白 為甚麼聖年會有些人哭得那麼厲害 他說沒有理由 哭到好像有些甚麼大事發生 哭得很厲害 那我就形容給他聽 我說很多人一世人都受了很多傷害 他覺得沒有人明白他 但是當他經歷聖年的時候 他覺得神真的明白他 感受他的感覺 他亦都感受到神的愛 於是他覺得從來沒有人這樣去接受他的感覺 感受他的感覺 那他裡面便有極大的安慰和愛 他便會哭出來 有些人哭得很厲害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憂傷 是很沉重的 那這個是聖年的工作 其實我有些影片 我去宣教的時候有些影片 都拍到有些人 他怎樣經歷神的愛 大家上網找都可以找的 愛葉牧師 愛的恩高 葉牧師 你會看到有些影片 在南非有一個人 他說好像在天堂那樣 經歷到神的愛 真是很好的神願 就是充滿愛 爆棚的 那些愛是永遠不盡的 他可以臨到人身上 這就是他的本性 他的愛 那我們現在繼續說到 神對我們有豐富的感情 演奏 分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